今天在這邊舉辦第八屆的 明寧靜王祭司典禮 希望中華文化的傳承 都可以被下一代看見 我希望它能夠一直延續下去 能夠成為更多人能夠關注到的 歷史的一部分 大家好 我是敏豪 我現在所在的地方呢 是高雄湖內的寧靜王公園 今天在這邊舉辦第八屆的 明寧靜王祭司典禮 今年也是我第三次參加了 那誰是寧靜王呢? 寧靜王是明太祖朱元璋 九世孫朱樹貴 在明末大亂的時候呢 跟著鄭成功一同來到台灣 在台灣的居住期間 蓋領著人們開墾良田 新修水利等 對當時的台灣做出重要的貢獻 典禮就快開始了 那我們一起去看看吧 明寧靜王祭司典禮的由來 是一開始哈寫成員被寧靜王的氣節與事蹟所吸引和感動 所以大家就自發性的穿著漢服 在王爺幕前擺放貢品 簡易的焚香祭拜 並按照台灣民間祭主的流程進行 祭司三段流程 分別為 禮社 祭禮 除了隆重的祭司典禮外 陸續也增加了古風市集 雅集活動 今年也特別增加專題講座 邀請到台灣歷史博物館的博士 到場分享對楊靜王的歷史研究 讓不管是漢服的同袍 或是在地的鄉民 能除了參加祭司典禮外 也能從周邊活動中 去更深入了解中華傳統文化 我們這個祭司典禮 有別於所謂的民間習俗的信仰 我們是希望透過復原周禮 以及這個祭司活動 把漢服的禮儀精神 給呈現出來 在當初 一個反清覆明的情緒裡面 寧靜王爺是唯一一個 把自己的 官 服 帶 扭印 拒拳 然後選擇迅國的一位王爺 而且他在迅國之前 還把自己開墾相關的田地的田器 燒毀 並把這些田散給殿農 所以民眾感念他 曾經在這裡有所謂的百官遺種 讓清兵 不至於找到王爺的屍體破壞 然後在後來也默默地 供奉了王爺的神位 對於文化的一個推廣 其實我覺得它可以起到一點作用 因為我們 在剛剛祭祀過程中都有講說 我們為什麼要做這個儀式 然後敬天地等等的 所以我覺得它整個是對於文化推廣上是 還滿不錯的一個活動 我覺得儀式文化是一個滿重要的一個傳承 對於現代社會來講 它會慢慢的沒落 可是它也有它的儀式的必要 跟儀式的端正它的價值存在 我當然希望這樣的活動可以繼續延續下去 因為它讓我們瞭解到當初林靜王在台的愛民的一些事蹟 希望中華文化的傳承 不管是祭祀典禮 或者是我們的服飾漢服 都可以被下一代砍見 不要說是寧靜王還是任何的 只要我們有機會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告訴大家很多一些歷史文化是非常好 我會希望它能夠一直延續下去 我也希望說 為了它能夠比如說被記錄 被記載成冊 能夠成為更多人能夠關注到的歷史的一部分 如果可以 我當然希望這樣子的文化活動 能夠被更多人學習並且傳承下去 在文化傳承方面 我們都是希望有志一同的人一起來共同 林靜王在台灣也做出了許多的貢獻 不僅僅只是帶人開墾糧田 並在生命的最後 將這些糧田贈送於當地的農民 讓這些農民能持續安穩的生活下去 也很開心今天可以看到這麼多人參加這場祭司典禮 我想這就是一種跨越時空的連結吧 將人連結在一起 讓中華傳統文化可以持續的發展下去 那今天就到這裡了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